要说到近期最火的国际组织 那当然就属世界卫生组织WHO莫属了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在去年12月已爆发至今 作为全球抗疫大家长的世界卫生组织 表现屡次遭受抗击 这个公共卫生机构到底哪里引起各国的不满了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在过去大流行病爆发的时候 曾经有效的扮演了协调和引领的角色 成功的遏制了祸乱鼠疫和黄热病等等 而其中一段被传为佳话的就是 彻底消灭困扰人类至少3000年的天花 那当年世界卫生组织把天花列为 第一个应该被控制的传染病 开展全球疫苗接种运动 调整疫苗复种方法等 最后在1980年成功的把天花彻底消灭 可是在这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 世界卫生组织的中央协调角色被指失效和战边了 对病毒造成全球性风险的评估上 世界卫生组织一直都是举其不定的 直到疫情扩散到全球超过110个国家之后 世界卫生组织才将新冠肺炎定调为全球大流行 事后他们也承认低估了疫情风险 但是全球各国早已经沦陷 那台湾和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批评声浪是最大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声言要暂停对世界卫生组织的金钱资助 而台湾人则是急资买下了纽约时报的广告 嘲讽Who can help 不过面对这些批评 谭德赛他是坚持自己受到了歧视 还回击特朗普把疫情政治化 纽约时报就分析说 世界卫生组织是长期受到了预算和政治压力 加上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并没有权利执行国际规定 才会导致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应对上的行动受限表现不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